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开始创业 创业的时候我跟18个创始人 包括我在内的18个人讲过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些人能够成功 中国80%的年轻人都能够成功 因为没有人给我们一分钱 也没有给我们有权利和地位 我们什么资源都没有 我们18个人凑了50万人民币 我们决定这50万人民币 大概能够坚持12个月 如果能够raise money 融到钱继续下去 结果我们熬了 我们熬到第八个月已经没有钱了 而且没有人看好我们 我记得我跟我们 Joseph Tsai我们副主席 一起到Silicon Valley去raise money 去融资 我们被三十几个风险投资 全部拒绝掉 没有人说 It's a good plan 只有我们自己觉得是good plan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好像不写business plan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写的所有的plan都被拒绝掉了 我那时候说50万人民币 如果我们失败 找不到钱的话 我们18个人一起去找工作 我相信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分清楚 如果你有一个梦想 你是不是在坚持 你是不是有行动 如果你有个理想 那么你是不是一批人一起去做 如果一个人 其实是很累的 创业不是你的事情 创业是一批人的事情 说书讲马云怎么成功 怎么能干 阿里巴巴怎么能干 其实我们这些人都不怎么能干 说心里话 我是肯定不能干 我们18个人也不那么能干 如果能干 他们早就去其他 这些世界500强 找不到工作 我们才抽到一起的 然后也没人可以请我们 我们就只能自己安慰自己走下来 这是现实 但是我们不断去思考 也会坚持 并且去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 所以走到今天 我们的市值 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变成全世界 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我其实很担心 我们三四年以前 大家都认为阿里巴巴很糟糕 business model不行 这个技术不行 服务不行 产品不行 还有很多假货 反正看来都是不行 我跟同事讲 我们其实比别人想象的要好 但是今天 所有的人都认为 阿里巴巴 啊 了不起 中国的骄傲 互联网的奇迹 这个电子商务做得那么好 其实我们远远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好 我们还是一家很年轻的公司 只有15年 15年的成功 并不意味着你未来会成功 我们在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要很理性的看待自己 别人说你好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没那么好 别人说你坏的时候 你也想想 其实我们还可以了